你叫馬律師 接觸這種案例實在太多了 你周遭也有朋友辛苦了一輩子 卻還是被子女滿意 處不堪言的例子 我們在看 我們在看有兩種 第一種情形就是當這些 像這個七十歲的阿姨 她層次還清楚 所以她的那種痛苦 還可以表達出來 我們遇到比較多的就是 已經病塌上面了 在病塌前的那種虐待 基本上面其實是蠻可悲的 是因為你縱然知道 你根本無從沒有辦法表達 原來都不願意相信 但是到這個時候 才見得完全 真的看清楚子女的那個 貪婪跟嘴臉 重點是那個時候 你可能行動不方便 你現在想去找律師 都還要拜託誰 幫你推去律師事務所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真的是 心裡面你就覺得 我基本上是已經無行為能力了 但是我的財產 我的憤怒 基本上我還不知道 如何去發洩 一般來說 像我們常遇到一些 住在醫院裡面的 是 每次遇到安養肺的時候 那是誰來找你 委託人 實在看不下去 鄰居 鄰居幫忙出面 因為有些是教會的 他們教會常常發生 因為教會你不能干涉 看在心裡面 但是 因為他們教會聯絡得比較密切 他們會去看他 而一看到他就發現 兒女在那邊吵架 那跑來問我說 我有一個教友 在病他上面 然後他的這個生活費 教育費 那費用都是 兩個子女推來推去 推得不是很 很不開心 那有的時候教友看不下去 教會就自己幫他出錢 把他付掉 他教友還幫忙出錢 他們是教會 教會就有這樣的經驗 有的時候他是一輩子的教友 對 一輩子的教友 就很常去教 然後教友跑來請教我 有什麼辦法 我說我們都是路人甲 甚至他說我想把錢捐給教會 你想那個時候 如果在子女前面講這些話 我看律師不被打出來才怪 所以通常我有遇到這個案子去 那我也是蠻尷尬的 我說我們都是路人甲 然後你叫我去 那我先要確定這個老人家 到底意思清楚 我要跟他問 而不是你們教友之間的 互相攀談說 你幫我去找個律師如何 我要到現場 確認他OK 沒有問題 否則的話 父親他的子女 將來會告我說 你這個是假傳聖子 或者是偽造遺族 他說他已經都失智多久了 對 怎麼可能還要把錢 把錢捐給教會 我說那怎麼可能 所以我通常路人甲 就是他的教友 很熱心來找我的時候 我會說 請先確定他的行為意識 通不清不清楚 確定好 我才會過去